你現在正在看的是大爆死 歡迎回來大爆死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東西 其實之前上一條開箱片已經講過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兩架來自NG騎士的主角機 這套機械人動畫都可以說是小弟的童年回憶 因為小時候阿士有播放 雖然我對故事的細節不太記得 但這首主題曲的印象太深刻 好有一種超和年代熱血的感覺 以及主角金箭士確實挺有型 但小時候沒有買過他的玩具 現在有點追回童年的感覺 玩這兩下模型前 我想講一下封面 這次封面 其實就是找了當年製作動畫的其中一個 Animator 崇美慎先生去繪畫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雖然是一個全新的納繪 但也有一種當年的味道 甚至乎連那個packing 都有少少當年的味道 即是格式和編排都很有味道 好啦 不講那麼多了 開來跟大家玩玩玩 砌起來就這樣 講這兩下模型有什麼內容之前 都交代一下 小弟就會開一個playlist 就叫Modeloid 希望大家可以方便找到一些片看 或者重溫之類 對了 其實兩下模型不難砌 我們都看看有什麼部分 兩個本體 兩下都是有三款更換的手型 都是拿武器的手型 攤開的手型 還有一對就是變形用的手型 兩隻變形都要更換變形專用的手型 之後我們先講一下金戰士 有一個變形用的Paxe 獅子的後尾枕 武器方面有劍 有鎚 有鎚 還有回力鏢 王后獅狼有一對變形用的爪 比較小 武器方面有把劍 有條鞭 還有一個盾牌 就是這樣 NG騎士 勒姆尼 N40 是由偉Production製作的動畫 播放時間是1990年4月6日 至1991年1月4日 全劇是38集 故事講述主角馬場勒姆尼 有一天放學的時候 就買了一隻大特價的遊戲 成為10日圓 他一回到開玩的時候 就看到剛才賣遊戲給他的女生 這個名叫Miliku的女生 就把勒姆尼帶入另一個世界 Alala王國裡面 還要說他是英雄波子汽水 希望他可以肩負起打敗妖神 哥布力奇的責任 勒姆尼在半推半袖的情況下 和Alala王國的公主Miliku 和他的姐姐Cocoa 展開了冒險的旅程 好,我們先看看第一男主角 勒姆尼用的金箭士 先看看原來 原來這件是大種名夫配音 嘩,有點帥 先先帶一件東西 我自己覺得這盒模型 其實兩隻都是 好像整隻東西是拉長了 金箭士的大腿 特別明顯拉長了 在我記憶之中 金箭士是矮一點 即是扁一點點 這盒都是二百多元貨式 所以是零電度 這盒模型就用了一個 比較接近動畫的雞蛋黃色 作為主色 另外應該是金色裝甲的位置 他用了一隻噁心的大便金 即使金色除了趕客之外 那個湖水紋的問題都頗嚴重 而且都是一些受力位 好像這裡有一大條坑 這裡有一條紋 這樣 喂 都幾醜樣 即是如果不噴的話 嗯 差一點 那就沒辦法了 始終價錢所限 不能夠做這個電盜 Modeloid這個模型系列 一向都有預先上色的地方 這隻就是那雙眼睛 即是紅色的眼睛 肩頭紅綠這兩點 這兩個波波都是預先上色的 即是有1、2、3、4、4 四道是預先上色的 不過這隻貼紙就非常多 我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多 不要緊 還要全部大大張 黏線 那 我自己只是用了額頭的綠色石的地方 我用了貼紙 原本有貼紙的地方 就是靠底這裡的灰黑色 跟著就是Body這條件 即是朱尾灰黑色 全部都是貼紙 大家可以看看 原本這些都是貼紙 我自己游了去 但有個位置很瘋 就是這裡 旁邊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掃早貼貼紙 這裡會變成黃色 這個灰色是要自己補的 我覺得分析是做得很差的 對比起這個王后絲狼 金戰士是做得很差的 你可以感覺到整個開發團隊 是偏心這個王后絲狼多些的 另外一個貼紙的位置 就是大腿的紅色 我也是油了的 如果不上色的朋友 就可以選貼貼紙 還有就是腳趾這個灰色 腳趾這個灰色位 也是貼紙來的 之後比較誇張的 就是盾牌這裡 它是金色的 我就噴了 這個範圍實在太大 所以我自己噴了金色 理所當然地 盾牌變成回力錶 金色也是要貼貼紙 我也是噴了 之後把劍的紅色 寶石的位置 也是貼紙來的 我也是油了它 說真的 貼紙的數量都幾多 甚至有些地方 貼紙都沒有要自己補的 老老實實是有點失望 不過始終 這個角色是童年回憶 勉強就叫做克服了 現在就試一下它的可動 頭是Ball Joint 可以向左看向右看 不過因為它的頭的形狀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長腸底 加上 Ballity的形狀 其實都很卡 動得很少 你會向上看有少少 向下看有少少 頭的可動是很瘦 手 360度旋轉 反而肩膊的關節 我覺得設計得不錯 它可以這樣反出來 兩隻手 一起拿劍都沒有問題 手其實勉強平均到 不過這邊就有個盾牌 左Q 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手臂其實有個水平旋轉的前臂 雙關節可以接到這樣 算是這樣 拳頭也有個少少可動 你看過身體是這樣的 都不用指望它有什麼可動 下半身腳可以向前踢 打側少量 向後當然沒問題 因為它沒有裙子 大腿有個水平旋轉 小腿90度接曲就收工 其實它的腳掌是有少量的接地 不過在機械人形態的時候 即未變獅子 因為會被一些卡東西阻礙著 所以其實有沒有接地 都沒有什麼分別 可動大概就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中規中矩 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肩膊 可以有個拉出式關節 可以拉到這麼鬼出 這個位置比較厲害 其他就真是媽媽夫夫 我自己覺得 現在就拿了把劍 這邊手換了一個攤開的手型 90年代的黃道機械人動畫 主角機一定都是拿劍 繼續試試不同的部分 現在就拿了一個錘 其實今戰士我最深刻印象 除了機體的外型很有型之外 另外有一個很深刻印象的位置 就是主角 納姆尼肩膀上有隻好像史萊姆一樣的東西 叫做Tamaki 我記得納姆尼要給他一個金幣 然後扭一顆蛋出來 叫做機體 其實整個故事是很濃烈RPG的味道 都挺過癮的 不過其實我不是很收得的 但所有機體的設計很有型 我自己覺得 劇中左邊的盾牌 其實是可以變成這個飛鏢 現在就拆了盾牌出來 拿著飛鏢 其實那個攤開的手型 是有個坑的 剛剛好可以卡住飛鏢 過了二十多年 看上去這個金戰士 都是這麼有型的 這套作品的機設 就是由鍾元麗老師負責 姑且我這樣翻譯 因為他日文就叫 拿卡哈拉雷 姑且翻譯做鍾元麗 其實他繪畫的漫畫作品 都幾多 我想都有兄弟有看過的 例如這個 《機動戰士高達F90》 《宇宙騎士》 《Tekamon Blader 2》 的漫畫版 都是由鍾元麗老師繪畫的 我想都有些兄弟有看過鍾元老師的作品 既然都拆了盾牌出來 當然是玩這個邊形的Gimmick 我們由於時間關係 已經換了一對邊形專用的拳頭 我們開始了 先先把大腿這個位置 拉出一格 它不會拔掉的 因為它是有顆的卡死了 拉開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要打開頭頂這個位置 這樣 收回好一隻角 這個位置其實我覺得有點無理 因為它好像沒有一個很確定的位置 讓我知道是收得好隻角 這樣 這樣 然後就反尾巴下來 然後我們就要打開胸口這個扣 OK 主要這個位置有個扣位 解開了它之後 可以拉長身 拉長身之後 它有另一個格 可以扣住 不過我們現在不要扣住它 稍後再扣 打開後面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把獅子頭 轉出來 有足夠的空間 就可以讓獅子頭轉出來 這裡 這樣 這樣的樣子 獅子的臉 就在裡面 我們 試試 哎 對了 如果 隻手 粗的朋友仔 就要找些工具協助一下 反了獅子頭出來 然後 就可以 插好胸口 OK 這些很簡單的步驟 手掌眼見功夫 接著就打開前臂 將隻爪 就反出來 對了 嘿 對了 這樣反出來 然後就可以把拳頭 反進去 接著 收回 這邊手一樣 摺好小小隻手 扮回這四腳爬爬 之後 我們 接著就搞下本身了 將本身小腿的裝甲 反去這個位置 大家見到 其實這裡有個UP位 剛剛好就可以踏進去 原本大腿的位置 接著我們 接曲 腳 原本這個位置 我們就向前動 少少 對了 大概是這樣的效果 好 弄完腳了 關閘這裡 這個位置 我們打開它 這個位置 其實是用來刺個盾 盾牌我們就要打開 變成獅子對翼 接著這個位置要拆出來 換一個 邊形專用的 版本 OK 這樣 這個盾牌的柄 我們要向下扭 之後就可以 放進去那個洞 對了 沙姆拉岩 變形完成 原來它叫做沙姆拉岩 如果直極的話 是否應該叫什麼 武士獅子 什麼關係 它跟武士有什麼關係 我自己覺得 它變成獅子的樣子 特別是這款產品 都很小虧 因為它的獅子頭很窄 好像獅子的臉很小 很營養不良 不太美觀 我覺得它變成獅子之後 不論是身形還是造型 我都覺得一般 其實近年都推出過幾款 King Gush Russia 即是金戰士的產品 有Mega House 有Ason Toys 等等 但這款變出來的 觀感是最差的 玩完金戰士 我們就玩 由南爾西達駕駛的王后思郎 要特別名借船爺 提醒我 這個打西達 香港是譯造西達的 其實王后思郎 我覺得比金戰士還酷 始終開頭是敵方那邊 開頭的奸角 變成我方的角色 永遠是最有魅力 撇除劇情 就這樣廣合模型 都是王后思郎的完成度 比金戰士高 先先王后思郎貼紙的數量相當少 只有兩塊 就是膝頭哥 這件黑市上的灰藍色位置 是貼紙 不過小弟 都是手行油 就油了它 只有兩張 相當少 而預先上色的地方是頗多 額頭的補石 胸口金色和金屬綠色的地方 這些全部都是預先上色的 是真的太過偏心了吧 它額頭高一點 額頭的紅色是分件來的 不像金戰士用貼紙的 除此之外 其實大家看到 眼睛的位置 有用到透明Pax 它可以隱約露底下的眼睛出來 我特意找Marker 框了眼睛 等它 裝了透明Pax 之後 都可以 清晰一點 看到底下的眼睛 嗯 是偏心 真心偏心 另一個預先上色的地方 就是盾牌 大家看到銀色 金色 都是預先上好色的 喂! 會不會預先上色的地方 太多呢 這一隻 比起金戰士 它是有優待的 其實關節的可動度 都是大同小異 頭依然有很多限制 肩膀的拉出色依然是健在 基本上配置很相似 這隻 多一點的地方 就是前臂 可以有多一個水平旋轉 除此之外 所有關節的活動幅度 都是大致相同 這一段仔 我是補拍的 因為在製作封面張圖的時候 發現這個盾牌有點怪怪的 原來整條片 我就把盾牌的兩支炮 調轉了裝 現在這一個 才是正確的安裝方向 整條片除了這一段之外 都是裝錯了 免得補拍 那就很辛苦 大家見諒吧 總之這樣才是正確的安裝方向來 發現90 年代的機械人動畫 都有一個定律 就是 總是敵方有架機要加入惡方 皇后私囊加入惡方之後 都沒有什麼差勁 畢竟是藍意 西達的拍檔 Neska 原來是阿拉娜王國的其中一個公主 除了Cocoa和Miluku之外 原來Neska 都是他們的姐妹 故事有點老套 不過是挺正的 一個王道的展開 剛才都忘記說 拿了一個棠 拿了一把鏡 換了一個攤開的手型之次 類的對白 現在一次過說 順便換了 拿了一個 SM邊邊 拿了一條邊 那條狼邊 其實裡面有鐵線 可以屈回不同的位置 變形前 拿了金戰士出來 八王仙果汁 出來跟皇后私囊的隻臭 最初都是縮敵 皇后私囊 頭段的故事裡 都幾次令到金戰士陷入險境 又可以完完童年的夢 有點開心 小時候沒買過 現在買回 是... 有少少感動的 拍在一起 我剛才玩金戰士的時候 都略略提過 其實這套東西 收視各樣性的表現 都是一般高的 當然有些東西 可能過了這麼多年 是無從考證 坊間盛傳這套東西 最初是預算有四季 即是年回 但由於收視和玩具的銷售不振 所以由四季吸收到三季 所以這套東西只有38集 不過有件事是有趣 雖然它不太收得 但之後的後續 反而都幾多 即是有兩套OVA 香港也有播過 亞視那時候也有播 然後有一些廣播劇 兩套OVA之後 六年之後也有它的續作 VS期時 雖然整個故事好像有點慘 好像輪迴 宿世姻緣的故事 有些變調 另外有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這套東西的監督 跟案云和系列構成 赤骨吳先生 亦因為製作OVA和廣播劇 而令他們認識了很多業界的人士 雖然這套東西不太紅 但是令到相關工作人員 在動畫界的事業發揮 發展更上一層樓 整件事都頗有趣 好 講了一些和動畫相關的資料 之後 我們就開始變形了 這個王后師郎變形要麻煩一點 要換了拳頭 先換了一隻爪 原本這隻爪很長 我經常都好像舉中指一樣 要先換這兩個parts 我們開始了 跟金箭士一樣 我們要拉開大腿這個位置 即是拉開股關節 亦都是 要有個弱弱死 不會拔出來 然後 然後這隻手 我們就反到後面 這樣 對手反到後面 我們就把前臂的位置 90度旋轉 這樣 這邊一樣 然後 就把這隻爪 向前拉 不過我覺得有點難的 向前拉 我自己建議 向上提高之後 慢慢拖下來 會比較容易 會比較容易就這樣向前移 反正最後都要變 然後這個步驟 我覺得很麻煩 我們要拆拳頭出來 然後 就脫掉這個位置 這樣脫掉出來 之後 對回鋸齒 就是凹位 對回 把拳頭收在裡面 這個我覺得 很不爽 明明那個邊形很簡單 又要搞到拔拔插插 好 SMP 好討厭 收回了隻手 這邊一樣 好 之後 我們把頭的角 升一升 之後 背部這塊 打開 胸口 藍色這塊Panel 打開 腹底下這塊Panel 都要打開 有點難 剪完 指甲沒有指甲 對 這樣揭開 這個位置 有點巧妙 大家看到 領口位 其實有一個Hinge 這個位置 這樣 反了 頭 出來 然後 將它旋轉 這樣 頭 就是狼頭 還是老虎頭 走到這裡 然後 尾巴 要微微摺曲 準備 一會兒 串出去 在這個位置 可以 將尾巴 在胸口 這裡 串出去 慢慢收回 應該是劍齒斧 收回 老虎頭 盡 因為頭也頂住了 這樣盡 好 接著到下半身 下半身很簡單 我們脫掉小腿 這樣 大家看到 這個位置 對 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 大腿的位置 其實有一個坑 可以輕輕地扣住 輕輕地扣住 這個甲 之後 我們要將腳掌 這樣 屈進去 然後 接上去 剛剛好 就可以頂住 原本的膝頭的位置 這樣卡住 接著腳 將爪反出來 這邊 就一樣 最後 把盾牌 刺到這個位置 好 搞定 YARI PANTHER 變形完成 咦 什麼 PANTHER 它是豹 我今天才知道 它是豹 因為小時候 覺得它叫什麼 王后獅狼 以為它是獅子 或者狼 原來 聽回日文名字 是豹 我真是這一刻才知道 因為要拍片 接著要看說明書 它叫什麼 什麼YARI PANTHER 原來是豹 混蛋 不過 這兩盒都好 變形後 體型 真的很難看 很難看 整件事 嗯 媽媽夫婦 剛才變了 這個SAMU RAYON 都洩漏了 其實 你的嘴子 口這個位置 是可以打開的 這件事 我想挺適合 中年人用 中年人血壓高 因為 劇中 西達 血壓升到很高 然後能量無限大 才可以變形態 出絕招 中年人 要血壓高 很容易 對 邊形大概就是這樣 都是簡單的 總結這兩盒之前 講多一點關於 這套動畫 即是 NG騎士 Lamule N40 這套動畫 一些有趣的資訊 其實都是上網看 大家其實上網都看到 不過我 用我的口說給大家聽 其實 在這套動畫的計劃階段 其實完全不是一套 機械人動畫 開頭 就想著 開發一套 Arabia no Takamaru 即是 Arabia 影院的忍者少年冒險故事 完全跟這個機械人動畫 大難也扯不上關係 但是不知為什麼 之後就改變了製作的方向 用了這個底 開發一套 奇幻系的機械人 開頭就打算叫做 SB騎士Arcon 沒有理由 展開了NG騎士 就是這個機械人動畫系列 我覺得 或多或少 是受到當年RPG Game 大行其道的風潮 影響了它的製作方向 說真的 現在看起來 都不失為一套經典 希望這兩盒賣得 之後可以出剩下的守護騎士 即是人馬 城堡 全部都很過癮 希望可以出得完 好 這兩盒無形的所有拍子 變形的Gimmick 各樣性 都跟大家試過看過 這兩盒賣得各280元 現在這樣拍在一起 我突然發現 王后屍郎是比較健碩的 頂 對 為什麼 好像顯得一隻金箭士很瘦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 先說一盒 我自己覺得 兩盒來說 王后屍郎 真的 看得出 開發團隊用心很多 預先上色的地方多 貼紙的數量少 這個已經軟勝 金箭士 金箭士有很多貼紙 不知道為什麼 另外 就連水口的設計 都是王后屍郎有心思 全部水口都是沒有那麼顯眼的位置 例如規格的底部 手臂的內側 永遠不會向正面 不像金箭士 無厘頭 有一點水口 真心 王后屍郎整個設計 是比較有心思的 接地方面 也是王后屍郎 是比較優秀 在於素組來說 王后屍郎是真的完勝 如果你說素組 你什麼顏色都沒有 只拍的話 金箭士是真的有點炒影 真的 不過這樣說 你一買就一媽買 沒理由單頭賣吧 我想 買得這套作品的朋友 也有差不多的經濟能力 我猜不會skip著買這麼奇怪吧 即是我敢猜 當然你說要單買我也催不上 但確實玩下去 即是金箭士的觀感頗差 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其實兩盒東西都有 大家看到他們兩隻東西的變形 其實頭的位置 那個收納真的肥婆貓塌塌塌塌塌塌 所以有些千箭的位置 都少牙煙 即是可能 王后屍郎就是這個銀色的箭 金箭士就是這個金色的箭 屈進去其實空間不多 即是你稍一筆神 你邊形的閘門關得不好 又或者頭按得不好 然後關閘就很容易硬到位置白化了 這個真的有少少問題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OK 還有最大的項目就是 喂大哥 小時候沒買過 之前又錯過了Mega House 始終我對Mega House沒什麼信心 現在玩這個好像都OK 又不是認真太貴 另外一個項目就是 可以展望它 始終Modeloid的發展的空間比較大 大家看到它 騎士與魔法 都出了很多其他配角機 我自己是希望Modeloid 是有機會出得齊全套劇的守護騎士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當然你說如果你只是玩單頭的 可能Ason Toys 是一個好的選擇 也不奇怪 Ason Toys 或者Mega House 都是一個選擇 因為始終這隻又要組裝 接著那個金色的表現 又不是認真出色的情況之下 市面有其他代替品 但是你說對整個系列的指望性 始終Modeloid的希望是比較大的 是的 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都希望大家喜歡 不知道好像我差不多年紀的兄弟 看見這兩個機械人 會不會勾起你們少少的童年回憶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和我一起討論 NZ騎士系列的動畫 今集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集再見 就這樣,拜拜